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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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母虹之神父 今天我们讲 暂年起 李二十三周的 星期四 今天的福音 是以一个 很困难的 命令开始 我对你们这些 听众说 要爱你们的仇人 我们已经刚过 这个不是一个 走向的原词 而是 为你们 听众说 不是说 爱敌人是很美的事情的 假如我们愿意 逃避了 耶稣不给我们机会 继续列出 那些 族人能有的行动 憎恨 憎恨 咒骂你们的 也同样的 也同样的 跟我们讲 具体的 应该有什么样的答复 恩待 祝福 为他们祈祷 而万一 我们认为 这还不够清楚呢 讲具体的例子 把 你的游侠 拿掉 外套了 或是衣服了 以后还扩大了 谁要呢 你要给他了 想要有人 拿你的东西 不要追他 有时候 我们把我们自己 跟别人比一比 而我们发现 我们也不是太差了 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 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比方是不对的 或是可能 我们没有很看重 当作基督徒 是什么事 耶稣 侧然的跟我们讲 你们还说比别人 什么多一点呢 好像耶稣的门徒 应该进一步 应该走的比较远 应该做多一点呢 有时候 除了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 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些消息 提醒我们 我们本来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许我们不喜欢听 可是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应该感谢他们提醒我们 不要使耶稣丢脸 耶稣的话 不只是包括一个命令 也有一个 指示 一个 是我们 做安慰的指示 我们是最高纸的子女 让我们知道有一个 灵敏的和感慨的父 支持我们的感慨 是我们 也教法他 因为父能超过我们的缺点 弥补我们所缺乏的 而关注我们的罪 因为他 感慨的 会宽恕我们 祝大家 平安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一分钟 是 很多